我传递过去的那么多小纸条 不知道您都关注了哪些问题呢 所以今天小V拿来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乔院长您好 我是一名医学生 今年报志院的时候我发现 像我咨询医学专业的学弟学妹 比往年多了不少 咨询最多的还是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的咨询人数并没有变化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让预防医学 更多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当中 确实现在对于公共卫生 对于预防医学的认识 应该引起整个社会更多的关注 像这一次我体会就特别深 如果不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们 迅速地制定措施 社区排查 方舱医院的建立 迅速地隔离 那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胃重症 又会拥过来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大家可能对于公共卫生 有了更多的认识 而预防医学更重要 我们就发现 微重症的病房都是慢性病 因为不管是心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 不仅仅说是治疗 而且它会产生对生活的影响 所以这个慢病的预防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相信通过这次的疫情 大家会对整个的这个 医学的各个领域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谢谢小薇 谢谢 继续陪伴网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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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